女性詹子晴2020年與老公王維莉結婚 夫妻倆非常享受兩人生活 不過結婚三年的她們不免被關心生育計劃 日前詹子晴發文透露最近遇到很多不熟的長輩 問到關於生育的問題時 她表示和老公有共識並不想生孩子 不料被對方道德綁架稱 這樣沒有盡到社會責任沒有下一代就會影響國民年金 讓她感到納悶 質疑難道所有的社會責任就是要年輕人生育 才有下一代人找錢讓別人領國民年金嗎 這根本是在找替死鬼吧 詹子晴認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而且人生只有一次 她只想過好自己想要的生活 並不想被傳統觀念綁架 一段婚姻也不會因為有了小孩而變得更幸福 因此呼籲大眾不要去給女性生育壓力 因為女人已經活得夠累了 或許請降下 También 選擇 喜好 郭